在我的英文基础课程Square One里面 我们有一个系列是注重于发音 而在这一个发音系列课程里的最后一课 讨论到的是重音这个概念 就是Stress Pattern 有许多学习英文的人 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 比较偏重于去阅读 因此很容易透过阅读学的字 重音会放在不对的地方 念出来的字就会听起来不一样 也有可能会让别人听不懂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字虽然不是透过阅读吸收 但是很惯性的 我们大家都把重音放在不对的地方 因此他成为了讲中文的人 很容易犯下的发音错误 今天要举的例子是非常常见 而且很常用的一系列的字 这一类的字我们称之为反生代名词 举例来说 大家很常犯的错是 物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 放在my your等字上面 而不是放在第二个音节 self 因此大家会说 myself 而不是正确的myself yourself 而不是正确的yourself themselves 而不是正确的themselves 等等 我们要特别注意 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 放在self上面 第一个音节是没有重音的 如果在接触英文的每一次 你都能够非常的注意重音 你的发音一定会越来越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